这个女人是美国的薅羊毛之神 别人去超市是购物 她是直接把超市搬回了家 购买的上万件商品 不但全部实践零元购 甚至还让超市道歉他钱 凭借着出神入耗的薅羊毛大法 她一年就能节省6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41万 女人名叫米西 十年37岁 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家庭主妇 她最大的爱好 就是收集各种优惠券 然后去购物 美国的优惠券不需要凑满简 还能叠加使用 因此只要数量够多 不用枪也能轻松实现零元购 米西的作用名是 只要东西是免费的 那我就一定要带走 不管有没有用 最近她就白嫖了一堆猫零食 而事实上 她家压根就没有猫 在这种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的思想指导下 米西将自家的储物室 硬生生变成了超市 这里涵盖了一万多种食物 健康美容与清洁产品 总价高达7.5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51万 走进她的仓库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层高楼 十个箱子里 存放着180包意大利面 比两个米西还要高 此外 她的占利品还包括 72盒蛋糕粉 100盒麦片 200罐冰咖啡 600包洗洁精 800罐奶粉 1200节电池 2000多桶清洁纸精 以及1万瓶苏打水 每天喝一瓶 都足够喝上27年 身为一名美国好婆婆 米西还专门单独开辟了一个储物柜 用于存放儿媳妇喜欢喝的汽水 总共有300多瓶 喝完了 她还能去超市 接着嚎 无限续杯 厨师旁边 则是米西的藏宝哥 这30个箱子里 存放着14000张家暴传单 里面涵盖了五花八门的游会券 要用的时候 只要把它们从家暴上捡下来即可 因为家暴的数量实在太多 她不得不打掉厨师的一面墙 为这些箱子腾空间 再后来 更是直接开辟了第二藏宝哥 又新增了24个箱子 用于存储 凭借着这些海量的优惠券 米西每年 能为家里省下6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41万 哪怕不工作 也能养活一家石口 朋友每次看到她的藏宝哥 都会大受震撼 纷纷询问 这么多优惠券 都是从哪里来的 米西每次都说 上帝送的 事实上 她并没有什么背景 只有努力薅羊毛的背影 之所以有这么多优惠券 主要得益于自身的努力 对于米西而言 优惠券不仅是省钱工具 而是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 她每周都会花费 35到40个小时 收集至少5000份家暴传单 然后再化身图书管理员 将它们分类分析 存入橱柜 再贴上标签 避免需要用时 找得手忙脚乱 这些家暴大部分 是米西上网查询相关优惠后 专门收集的 还有一些 则来自父母朋友赠送的 对于米西而言 每次去超市都好比上战场 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出发前 她会了解附近超市的优惠活动 列下需要采购的清单 然后 再从藏宝阁里 挑出需要的优惠券 和儿媳闺蜜 一起组成一条生产线 埃克从家暴传单里面剪出 为了防止出现超市库存不足的情况 购物钱她还会提前让超市被足库存 等到达超市后 推起购物车的米西 就如蝗虫过境般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一瓶纸通药 原价5.3美元 使用优惠券后 超市反而盗欠了它50美分 米西一口气买了114瓶 洗衣液原价一瓶要6.5美元 用了优惠券后 两瓶只花了40美分 米西直接买了54瓶 到了结账的时候 就想来到工厂的流水线 看到这一阵仗 收银小妹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些商品的总价是1060美元 但是米西非但没花一分钱 还让超市道歉了它8.8美元 当然 超市不会直接给它现金 这笔差价会用其他商品垫付 因为每次购买的东西实在太多 米西常常把超市的收银系统干崩溃 有一次购物时 米西购买了一大批牙刷牙膏 结果 收银系统中途就出了故障 剩下的765张优惠券 收银员只能徒手输入编码 差点与优惠券同归于尽 到最后 它总共节省了940亿美元 打出的收据 可以从超市排到它姥姥家 这些用优惠券购买的商品 除了部分用于自己家庭外 很大一部分会被它捐给慈善组织 用于帮助海外美军 问题少年 以及失足的怀孕少女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着为别人撑把伞 年少时的米西曾走上一段骑路 在14岁的时候就怀孕生子 如果没有父母与好心人的帮扶 他完全无法撑到今天 现在自己有能力后 他也想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加上儿子曾参军入伍 他知道当兵很辛苦 因此经常向有需要的军人捐赠物资 他每次采购物资前 都会统计军人喜欢的东西 从不勉强他们接受自己的物资 一般情况下 不能使用优惠券的商品 他从来不买 但如果是慈善机会要求 他也会破例购买 有次因为一些失足少女 想喝新鲜的牛奶 米西就直接慷慨地购买了五大桶 破天荒的没有节省一分钱 事实上 在成为优惠券达人前 米西也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 崇尚超前消费 直到和老公一起刷爆了几张信用卡 存款也所剩无解 他才悬崖勒马 相较于从前挥霍无度的生活 米西显然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既节省了资金 还帮助了更多有需要的人 正所谓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在节目播出后 米西也成了超世界的名人 新乡里总是会有别人赠送的优惠券 购物时 要是不顺道给生意员一个签名 他甚至都拿不到收据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就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